经过所有的长老的加持 佛菩萨的加持 跟本上师的加持 重新再灌顶 你哪一个法错了 哪一个 什么事情做错了 你就需要参与 那么灌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知道错了 那么重新再灌顶 你已经是 不是下一个生活中的弟子 那么你必须要再重新再皈依 重新再受灌顶 也是一种忏悔 灌顶就是一种忏悔 那佛菩萨加持 上师加持 就是一种忏悔 他懂得这个 那么我们在修行上面 才会更加的这个敬意 更加的这个能够有进步 这样 所以恐怖时讲啊 我们一日要三成勿生啊 要三成你自己啊 你的意念是不是有过错 你的眼睛是不是有过错 你的耳朵是不是有过错 你的嗅觉是不是有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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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出来的话是不是有过错 那你是不是很轻易的 或者是有意的 去犯了身处 身体的接触 这个都是过错 还有你的意念上 是不是想歪掉 那种过错 只要有这些 你慢慢的你就变成 经常的忏悔 经常的这个防禁 渐渐的你的戒力就能够守住 这个戒就能够守住 守住了戒以后呢 你就会产生光 这种光叫做戒光 你守戒的好 你守戒的好 你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力量 叫做戒力 戒的力量 你凭着这个守戒的力量 你在佛菩萨面前 你就是仰天 这个府地 你都不会惨愧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我今天在林志堂 跟大家讲 什么是忏悔 什么是环境 你在这个长老面前 这个忏悔 在歌本上师面前忏悔 在这个出家人面前忏悔 在很多长老面前忏悔 这个都是属于环境忏悔 那么灌顶呢 就是给大家 也等于是一种忏悔 那等一下呢 我们要做这个飞机金刚 的灌顶 这是林志堂求的飞机金刚 那灌顶 那么灌顶 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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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手印比较难比 等一下 这种灌顶 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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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金刚坊是在很有名的地方传的 在纽约马卡顿麦迪森广场 纽约马卡顿麦迪森广场传的会计金刚坊 那个场面是很大的麦迪森广场 是前美国最有名的广场 前美国最有名的广场 是麦迪森麦迪森广场 你们去过没有?去过了几首 很大的一个广场 最有名的广场 这个法是在曼哈德在那边床 不是在昆史的金刚雷上市 是金刚雷上市主办的 金刚雷上市现在已经搬到昆史 皇后期 皇后期 法拉省 这传法的地方非常的尊贵 今天这个法也非常的尊贵 那个座语 连辑上市念一遍吧 奥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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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 差不多啦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个手印不是很好比 这个手印不是很好比 能够比的很好 先张开一下 比较好 还要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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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基金刚 归基金刚 是释迦摩尼佛的 心 是释迦摩尼佛的心 它变化 转化出来 这个心咒是奥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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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財費了 哦 同門 哦 這個就可以了 這一瓶就可以了 哦 好 這樣就好了 好爛 沒問題 肌肉 痛熱 居住 居住 現在說 有人要獻哈達 讓他們獻哈達 我們要獻哈達 先供養的 我們現在先